本節目不對不特定輪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論述的股票是我會員所論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輪不要去買哪有會員的股票 我不推介 好 今天台幣再貶值 好 我們先把台幣貶值未來的大盤趨勢先擺在一邊 我們開始去想 把歷史回頭去看一下 去年做什麼樣股票賺最多 哪一個族群 去年 我相信每個人一定都很清楚 去年如果你沒有做到去年包括前年 你如果沒有做行印股的人 可能你不是賺最多 我的會員你沒有賺最多 為什麼 因為我行印股都大概十倍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去年 各位你看到去年對不對 好 我們從去年的1月12月31號 長榮是40塊7毛錢 對不對 我們不用很低 用40塊7毛錢收盤 好 把它整股數會比較好算 因為這是桌線 所以最低37收40.3 看到 40.7 30.6 然後1月8日有40.3 37.2 那我們用40塊比較好算 整股 好 去年 你如果買長榮的人 就行印股以長榮做代表 40塊 好 那最高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以收盤賣得掉的 因為最高233 那這收盤是206 40塊到206 你去想 是不是7.5倍 對嗎 其實這不是最多 長榮不是最多 如果用萬孩 萬孩這裡是350 收盤326 好 326到1月8日的 1月8日多少 48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差不多5倍 就是說去年賺5倍是正常的 應該講 連我自己代表做生育股 因為我去年做生育股 結果去年不是生育股最旺 最旺 最行育股 那也是前半年 我們叫前半年 你去年如果沒有做生育股的 你會不會覺得說歷史可以衝來 假設現在是 現在是101年的1月1號 1月3號開紅盤 你講哎呀我全部壓生育股 我說那是對嘛 可是你不能等到現在 航運股激情 你個人還在一直一直把整個頭埋在航運股裡面 我為什麼要跟各位講 去年沒有做航運股的 你希望歷史可以重演 可是當歷史又來的時候 或者明年回頭來看現在 你會覺得我現在要做什麼樣的股票 對不對明年來看現在 那假設有個族選已經漲 漲到明年可能也是漲五倍十倍的 我告訴你航運股是漲十倍嘛 大家都知道嘛 那假設有個族選可能到明年也是漲五倍十倍 你會不會比年齡以後又回頭來看現在 哎呀謝老師 但是在今年111年的年中八月講說 如果回到去年 你做航運股可以漲五倍起跳啦 那明年你回頭看現在 謝老師當時也有講要做什麼樣的族選 結果等到明年回頭看現在的時候 你這個族選你也沒有做 那代表什麼 代表你每次都是揮車過跟你噴鼻子嘛 那是什麼 我們開始一想 我們以今天來講就好了 看好了看這裡啦 請問今天大盤跌0.17 你告訴我 哪個族選漲最多 對不對 電器以外就是生意 就是生意啊 2.05 那因為電器它族選很小 好 2.05個person 大盤是跌 大盤跟電子都跌 生意股是 漲2.05個person 看到喔 好那我們隨便說看今天就好了 今天啊 今天漲停版的 我們看今天漲停版有多少 今天漲停版有29檔 來看這裡來 漲停版會要怎樣 這叫北極星 漲停版然後創新高 你看嘛 86到165 好這叫智晴 69.7現在127漲停版鎖起來 好 台康生78到111.5 今天也是漲停鎖起來 好 松樂藥 156現在118.95 也是漲停鎖起來 好合一就不用講了 合一我已經 上個禮拜就開始講了 合一已經 一支兩支三支 一樣三支漲停了 好這叫永鑫 永鑫今天也嘗試漲停版 好那我要針對後門這兩檔來講 為什麼 我都把事情先講在前面 你不相信你沒有關係啊 為什麼 我常常在講一塊兩一塊美 對不對 就好像我剛剛所講的 去年你沒有做到韓運股 你說你賺最多 對不起 不可能 結果連我自己做生育股的 我算去年算績效還好 可是我不能跟做韓運比 因為韓運如果你是從頭做到尾的人 五倍是起跳 好那今年是什麼股 我就讓你看了嘛 就生股嘛 而且我都事先講 我什麼叫事先講 我們看時間 要用時間來看最準 來第一個來 這叫7月21號 好 鑽石生計追求爆發性後利 這7月21號 告訴你 不是穩定後利 而是追求爆發性 好 再來 7月26號 那他7月25號鑽石生計掛牌 這7月26號 難道我沒有跟你 我不跟你講鑽石生計 我講鑽石生計 他為什麼會漲 是因為合一跟堂基 未來 他講未來 也就看好進入縮成期 這7月26號 好當然這是8月11號 我還是繼續跟你講 鑽石生計 旗下的兩個題材 第一個就合一生計的新料 還有包括堂基跟永生 因為就是堂基 對不對 好再來 這是8月17號 就上個禮拜 好 我們再重複一遍 我一定 我講的時間 不是只有一天 我告訴你 整個趨勢就是 7月21 7月26 8月11 那代表什麼 我一個生計股 我就轉 這樣一個月 就這樣一個月 而且裡面只有核一跟堂基 然後上個禮拜 8月17 這叫堂抗體 這叫合一 看到好合一 好 合一這裡是170 好 堂抗體當時是171.5 好 170 那今天我們來看合一 你注意看 拉進來 這叫240 好 那堂抗體251.5 好 看今天 幾隻 一隻 兩隻 三隻 242.5 代表什麼 200是已經被超越了 所以那個 200是已經不見了 他被超越以後 出現的叫242.5 好那我們再看電腦 怎樣 機器所 所14000多張 那你要去想說 我在7月21 就開始告訴你 然後8月11 來 7月11 7月21 26 看到7月21 告訴你合一 唐七 好 8月11還是告訴你 合一跟唐七 其實不是 我講的日子只是告訴你 這個是可以考慮的 其實我這段時間 全部都是講這兩檔股票而已 好 那 所以 8月17的合一也不過170 我相信很多人不會去注意他 為什麼 我再請問你一遍好了 這今年3月以來 任何人買合一的都賠錢 為什麼 而且他也不會漲 越買越沒有吸金 你越買越討論他 沒買被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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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剩下170 好 結果呢 這個禮拜而已 對不對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這裡叫242.5 好 我們來看合一 看當天是不是 是不是 好 是不是 八點時間是不是170 170 對不對 好 回來看 結果 一天兩天三天 今天還手漲停 170是什麼樣的邏輯 我相信170很多人 去買個50張 大概都沒問題 170塊 50張就850塊 850塊 850萬 通常人應該都有了 買50張170的合一 50張 170就是850塊 850萬應該有 那今天呢 今天你的合一多少 1200萬超過 你850萬吧 三天而已 應該講過 上個禮拜到現在 你超過1200 1200萬了 那是不是 我呼應我正記講的 我一直跟你講的 這個叫什麼 不求穩定後利 而是追求爆發性的後利 這叫爆發性啊 而且給各位看 因為它是整個族群都上來了 今天漲停板 你看我點出來就六檔 而且六檔漲停都是在創新高 持續在創新高當中 這個叫一個 一個我們叫做 我常常告訴你 當大凡不好的時候 生股族錢很小 資金只要稍微轉一下 我開始就飆翻天給你看 我問你嘛 你會相信 長龍海印 陽明海印 以前都10塊錢 它可以跟你漲到200多 你相信嗎 你一定不相信嘛 它叫40嘛 就好像現在的生股 你也認為它 基本面很不好啊 來我們先看一下 來看北極星好了 北極星650 165嘛 你告訴我北極星好嗎 你有營收嗎 有基本面嗎 請問有營收有基本面嗎 所以我為什麼 我一直在跟你講 什麼叫基本面 你的基本面 跟我的基本面 是不一樣的 你的基本面 叫你今天以前 是你的基本面 我的基本面 是三個月以後的基本面 對不對 同樣是雞啊 你的雞跟我的雞不一樣啊 你的雞是今天以前啊 因為你看到的是 財報裡面的 我看到是他的未來啊 所以大家的雞不一樣啊 我的基本面是未來啊 你的基本面是以前啊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 做國要賠錢 我常常告訴你說 你看到的基本面 就是現在嘛 可是我已經看到 三個月未來半年 是未來一兩年 所以我的基本面跟你們不一樣啊 所以其實我 像我這種分析是很辛苦 我講的是未來 你喜歡的是過去 因為安錢嘛 我賺很多安錢嘛 我常常拿台積電給各位看嘛 我說台積電好了 來看台積電 台積電好不好 賺很多營收重新高 今天多少錢 503 好 6446的 要花藥的 584 請問他賺多少 你告訴我好了 要花藥比台積電 股價高 結果他 你敢買嗎 你告訴我你敢買嗎 買台積電不怕 不要了解 你 你是 你要不要了解 你的祖公有自己保證 你沒有了解 了解是正常的 也要還要 也升一股很怕 可是人家是賺好幾倍 投資售股票 如果你怕 就不要玩都不會賠 對不對 就不要玩 那你要玩 還是回到這句話嘛 好 不要穩 不是穩定後利嘛 而是要尋求爆發性的後利 好 那我剛再來提到這一檔 叫永鑫 好 那為什麼講永鑫 明明是我在講叫合一跟唐基 為什麼跟永鑫有關心 其實我告訴你 我的任何一個會員都知道 我們永鑫有一張 去年到今年 當然到今年不是在今天那裡 一張 我們都留一張 我們就留一張永鑫 為什麼留一張 因為 它叫做永鑫跟唐抗帝 它是連結的 連結在一起 什麼叫連結在一起 來 什麼叫連結在一起 來看這裡 這是去年的6月7號 好 這裡面的內容 我等一下再講 那後來 因為有很多 我的會員都一直很納悶 老師你為什麼 就留一張永鑫 永鑫都賺錢 我們做好幾張都賺錢 但是不好賺 但是我後面就留一張 就單一張 你就看到我的簡訊 永鑫只有一張 永鑫只有一張 我所謂的我只做一張股票 永鑫那一張不能算股 那一張是不要錢的 就是都賣了 就留一張 那一張都是賺的 所以那個不叫股票 那只是在做一個樣本 後來把它賣了 也是40幾塊把它賣了 然後再等今天 就要等今天 那到底為什麼要等今天 到底裡面有什麼現機 我們等一下再說 打電話參加會員 休息一下再回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曾庸域 非凡商业台 全国公关店提供您理财新事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令服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本节目不推荐任何股票 我所论述的股票是我会员手中的股票 我把股名大家都涂掉了 各位不要去找 我不推荐 我为什么要给各位看 为什么钻石生计可以到300 为什么钻石生计它的市值 300的时候是1500亿 这是谁贡献的 市场最主要解读就是合一 跟这档股票 这是7月26 一样8月11我继续再告诉你 钻石生计旗下的题材 三大题材 第一个就是合一的新料 第二个就是糖抗体跟永生生计 那因为它是合作做 所谓的液体脊带细胞的制剂 所以它是同一个题材 它是同一个题材 那合一呢 合一 有没有上 8月17 170 今天8月24 240 合一有没有上 所以也就是代表 钻石生计没有骗你 对不对 钻石生计股价可以到300 他没有骗你 股价可以到300 他没有骗你 这是合一 对不对 他没有骗你 他跟你讲得很清楚 最主要是因为 合一跟糖抗体即将进入缩成器 而且那是今年 今年今年今年 那现在已经快8月底 9、10、11、12 4个月 所以我说当有点迹象的时候 我就提早告诉你 就像连续 我连续 其实不是三天 连续讲了一段时间 包括当他起帐的时候 我几乎每天讲 我每天都告诉你 对不对 合一 然后170 现在已经 240 242.5 然后呢 我们看200 你看 我请问你 你已经 假设你的 850万 现在已经变成1250万 对不对 不只 不只 1300多万 又所14000多张 我问你那个感觉 我说做股票的感觉 最爽的是 你买到股票 你买对股票 而且你中压 因为我只做一档 所以你就会中压 你想 你买了 50张而已 你只不过是买了50张的 170 17万 850万 没错 对不对 你不过买个50张 然后你 你现在已经1000多万了 对不对 没错吧 没错吧 他又涨停了 那代表明天你又有想象空间 你一起涨三只 是买股票这张最爽嘛 而且 你更需要知道是 有谁会再提早告诉你 就好像我在这里 告诉你一样嘛 我在这段时间都要告诉你嘛 就是合一 合一跟 谈抗体 未来 赚史生计会300的 也就是这两档 人家 公司已经 挑明的跟你讲了嘛 挑明的跟你讲嘛 只是时间而已 结果有没有来 真的来了 既然这个来了 再来就是 谈抗体什么时候嘛 为什么我刚特别拿这一张 我说涨停板很多 你看 而且都创新高的生意股 那为什么把这个永新列在最后面 我们看永新 永新今天锁了三万五千多张 你看他平场量只有1100多张 平场 今天成交量突然冒大出来 我说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 我买一张永新 那一张留着 为什么留着 我相信只要有永新 我的会 你一定对那张永新 看起来是很感冒 为什么 都没去 都没去 真的 这多久的时间 这半年的时间都没有涨 结果我们是在这里卖 我是确定在这里 把它出掉了 一张而已 然后呢 我们看永新 这个在这里嘛 这个就是唐康廷 唐康廷这里251 他这里站上多宫线 以后这一段就涨92个person 那那质疾都下来 好 现在还在多宫线这里 也就是目前还是多头 那在这里一直压在这里 那可是今天 今天的永新就突然 这半年来 突然冒出来了 冲出来了 那他为什么冲出来 我们开始先了解说 春江水卵压先知 一定有人先知道吧 那今天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唐康廷今天不会涨 今天为什么没有涨 而且量已经收到552张 我常常解读给你听 有人要卖一定要让他卖 对不对 如果有人 你知道有人要卖 你不让他卖吗 你 我说股票 控盘者最清楚吗 你要卖 我哪有可能拉上去让你卖吗 我拉上去让你卖 我不如让你就现在卖吗 对不对 我一定等你卖完 我才会动作吗 一定是这样的 控盘者不会傻瓜 然后今天他已经出清了 这叫什么 这叫外资的散户 星洲瑞银今天卖32张 星洲瑞银 本来我们预估他会不会是法人 结果不是 因为他第一天买30张 第二天买37张 第三天买了50张 好 那前天他卖40几张 昨天也卖40几张 然后今天卖了32张 所以这个外资散户 星洲瑞银 这就很确定是散户 为什么 通常买个几十张 我只是在观察 到底是散户还是法人 他确定是散户 为什么 想进来抢帽子的 都看着他不涨 干脆 所以他买三天 结果从礼拜一礼拜二到今天 全部卖完了 就是在等他 他卖完了嘛 好 他卖完了 好 今天说178 就在这个为止 没有改变 他买三天 卖三天 没有赔 没有赚他出场了 好 重能在这里 永新上来 好 我们来开始看 永新 来 永新 其实我们来看桌线 看永新的桌线 我告诉你 永新是 你看这多久了 你看当然今天 今天一天 今天一天 一天而已 来到这个位置 这多久的时间 来到这个位置 110.3月4号 对不对 是不是半年 今天今天8月嘛 是不是半年 这半年时间 有这永新的人 每天都像什么 水深火热 只有一天而已 来到这个位置 而且跟你守多少 守永新 我讲错了 来 好 永新坐线 一样嘛 对啊 他来到这个位置 有没有 一样的时间 是不是 时间也是一样 3天4号 应该讲 严格来讲 只有这一天 套住而已 那多久 一档股票可以这么久 一天而已 我应该讲历史高点在这里 今天这支红K棒 已经 以红K棒来讲 你看收盘红K棒 已经都比这个任何高 已经 来到这个位置了 对不对 收盘 以收盘价来讲 已经来到这个位置 这是什么时候 110.4月16 现在是111年 现在是111年 这周线 他已经 股价已经来到了 去年的4月16号的 这个位置了 不过是一支涨停 难道问题还没结束 对不对 难道为什么这样子 他已经回到了去年 最近是20 2021年的4月的股价 已经超越了 好 我们再看一遍 所以我想跟各位讲时间 这叫2021年的4月16号 他股价已经来到这个位置 以收盘价来讲 今天收盘价在这里 红色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比他高 4月16比他高 好 那看这里 2021年的6月7号 好 糖抗体跟永新签订 合作备用路 来 糖体机箱化 抗体 糖体 糖体机箱化 抗体 它可以工业化 生产已经达标了 那 这叫创新技术 迈向商业化 也就是 糖抗体 跟永新签订的 所谓合作 由 我们来看 来这里 写一个很清楚 就是 由糖抗体 技术硕前 永新生产制造 加速 拓展 次世代抗体的 生产产应用 因为 它可以量产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 譬如说 癌症的 里面有36种 不同的糖体结构 可带有大同 很多内容 非常的多 我讲不完 我只告诉你 为什么今天的 来 看这里 为什么今天的 永新会强拉涨停 这昨天才100多张 我们看日线 这1000多张 你看 突然爆一个 大量拉涨停 代表什么 以前的全部都被人家收走了 那 合一可以在一个礼拜 从170跟你涨72块 涨72块多少 不是三成 对不对 快要35%了 那 既然 既然 暂时生气这样讲 你告诉我 你说糖抗体 什么时候上来 既然它委托的CDMO的制造厂 已经是上来 是不是人家 已经早知道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期待明天 它只要有量上来 各位 有量上来 糖抗体只要有量上来 会怎么样 这才重点 来 我们就等它明天的量出来 如果明天出来 各位 它就并过了 想参加打电话 明天同一个时间 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亲密码 未经许可要 未经许可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